根据鼠蛇人的五行来看财运,你会是怎样的财运呢? 从五行看鼠蛇人的财运,大家都知道,五行分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 十二生肖也皆有这五行当中的某个属性,而十二生肖由天干地之组合成的, 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,不同的五行生肖也有着不同的命运。 一、火蛇人的财运,因为丁未火,所以丁四年1977、2037年出生的鼠蛇人为火蛇。 火蛇人财运比较反复,属于创业型的人,对事业有相当大的野心, 喜欢在冒险活动中体会幸福、充实、刺激的感觉。 常常在获得一二笔金钱收益时便放弃,开始新的冒险。 二、土蛇人的财运,因为几未土,所以几四年1929、1989年出生的鼠蛇人为土蛇。 土蛇人财运有好有坏。 大多数土蛇人对工作尽职尽责,处理问题讲究效率,会有奖金之内额外收入。 三、金蛇人的财运,因为心为金,所以新四年1941、2001年出生的鼠蛇人为金蛇。 金蛇人财运平平稳稳,独立意识很强,不喜欢与人合作。 内心情感丰富,有强烈的审美意识,金钱大多花费在自己的着装上。 四、水蛇人的财运,因为鬼为水,所以鬼四年1953、2013年出生的鼠蛇人为水蛇。 水蛇人敏感,有眼光,具备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,精明能干,具有灵活的生意头脑,因此财运颇佳。 五、木蛇人的财运,因为已为木,所以已四年1905、1965年出生的鼠蛇人为木蛇。 木蛇人温和、超脱、心胸宽阔、心地善良、受人尊敬,财运也常常找上门来。 若命中有财运吉星相助,木蛇人通常财德兼备,踏实努力,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,能财源广进,生活富足。 由此可见,一个人的财运好坏,跟五行有着很深的联系。 而不同的五行属性的鼠蛇人,也有着不同的人生财运。 如果财运不够旺的生效,建议供奉普贤菩萨催旺财运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这是一个重视颜值,而不重视内涵的年代。 所有人都把外貌看得特别重要。 还有一些人,为了自己可以漂亮一点,还到处整容,轻则影响了身体,重则丢了性命。 相貌这种事,本来就是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的,没必要过分在乎。 现代人,为什么在相貌这种事上磨争了呢? 因为每个人都好面子,不希望别人瞧不起自己。 同时,在网络的影响下,外貌至上成为了常态,而那些长得一般的人都会被人嫌弃。 比如说找对象,有些人希望找特别漂亮,或者特别帅气的人。 比如说找朋友,有些人就觉得别人长得好看,内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像上述这些想法,本就是有问题的。 在这个世上,99%的人的相貌都是普普通通的。 唯有那1%的人相貌突出。 因此,我们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颜值这件事上。 更何况,从现实的角度来说,样子和相貌过分突出的人,那他的命数很有可能比普通人的命数还要差。 从古至今,皆是如此。 对于人之外貌,曾世强教授说过,样子普普通通才是好事啊,你长得太突出了,这福气就离你而去了。 哪怕找对象也一样,找个普通样子的人就好,不然后面很麻烦的。 曾世强教授的话,蕴藏了两个问题,为什么样子普普通通才是好事? 为什么找对象,最好找一个样子比较普通的人? 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。 一个人,如果他过分突出,那他就会面临木秀鱼林封闭催质的结果。 别人都长得普通,就你长得很漂亮,那别人就会盯上你了。 要知道,利用,见不得人好,这是很可怕的事。 就像我们常说的美人,自古以来就没有几个友好下场的。 这一点,我们只要看看四大美女就一清二楚了。 越国的西施,因为长得漂亮,就被越王和范黎送给了吴王夫叉。 后来勾建富国,觉得西施不祥,就直接把他给称胡了。 汉朝的王昭君,被汉元帝送给了匈奴丹瑜,只为了和亲之用。 当一个人,成为了别人的礼物和玩物,这才是真正的悲哀。 三国时期的貂蝉,那就更倒霉了,被王允送给了董卓,只为了挑拨董卓和吕布的关系。 后来吕布身死,貂蝉也不知所踪。 有人说他被曹操看上了,有人说他身死于战乱当中, 唐朝的杨玉环因美貌绝伦而被唐玄宗李隆基看上。 不久后,安室之乱爆发,李隆基带着杨玉环逃到了蜀中, 谁知道中途兵变,杨玉环被乱兵吊死在了马维义。 四大美女,她们沉鱼落雁,碧月羞花。 有着如此美貌的她们,为什么没有好的结果呢? 因为所有的美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 你的美貌看似是好事,其实是不幸的开始。 所谓红颜薄命。 其实,并非是红颜自己选择搏命,而是别人不放过她们。 如此,没有选择的她们,就只能任人摆布了。 在职场中,什么样的女职工最危险呢? 毫无疑问,长得比较漂亮的女职工,很容易会成为他人所觊觎的对象。 因为职场潜规则便是如此,老板身边的秘书为什么会那么漂亮? 或者说,跟老板一起出去参加饭局的女秘书为什么会美艳动人? 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。 另外,在资本的博弈当中,为什么长得漂亮的人会被推到风口浪尖? 因为这些人的美貌会受到大众的欢迎。 一旦受到别人的欢迎,那就比较危险了。 因为你名气变大了,别人也认识你了,憎恨你的人也多了,那别人捧杀你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。 所有被推出来的美人,一旦他们的形象崩塌了,那他们很容易身败名裂,被人抛弃。 要知道,美,那是需要人付出代价的。 谈到这里,我们应该就会明白,为什么曾世强教授认为,找对象就该找一个相貌普通的人。 太漂亮了,你是守不住的。 这些事,其实很容易理解。 首先,别人有着比较突出的美貌,那他的选择权就比较多了。 这个时候,除非你很有钱,否则你被戴帽子,那是必然的结果。 其次,人是不安分的。 这种不安分,不仅仅是他的问题,还有其他人的问题。 一个漂亮的女主播,某音上一大堆粉丝私信,那你防不胜防。 很多人会说,女人长得太好看,会不幸。 难道男人长得太好看,也会有问题吗? 道理是相似的。 不论是男人,还是女人,你的长相比较突出,那你就会被人盯上。 要么安稳的生活被搅得波折不堪,要么平静的日子变得混乱起来。 要知道,太高人欲度,郭杰是童贤。 你某些地方太突出了,别人就会妒忌你,甚至设计陷害你。 你洁白无瑕地跟仙子一样,也会有污浊之人靠近你。 而你,无法躲避。 所以说,相貌普普通通就好。 平安以及平静,才知千斤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。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才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